房市新闻轻松讲 建案消息随便聊 泡杯好茶 你现在收听的是房老吉 关系你的房市幸福 我是房老吉 我是大院子 高雄928 推案量大减三成 北高雄续炒台积电议题 根据统计高雄928档期 总销金额为789.5亿元 与去年的1189.3亿元相比 大幅衰退三成 不过高雄房市加入台积电议题后发烧 光是北高桥头男子预售案 就占整体预售案量44% 单案总销最高为82亿元 甚至有开价突破五字头的个案 上半年329档期高雄因为新案地价加上指标案进场 总销金额达841亿元创十年的新高 下半年建商嗅到买气转弹的味道 部分延后推案改为先见后售 根据高雄市房屋市场调查协会统计 高雄928档期的推案总销金额为789.5亿元 创下该会统计10年以来次高记录 总量体高达5576户 不过仍叫去年同期大减三成 对此 高雄市房屋市场调查协会理事长表示 去年928大爆量 今年928档期建商减少推量 回归正常市场 但因为单价大幅上涨 导致总销金额也拉高 此外先见后售的存乌量体也增加 与上半年和去年相比比例均呈现 逐渐走高的趋势 专家认为7月1号平均地权条例上路之后 市场的确出现观望的气氛 不过在台积电2奈米厂确定后 购物信心大幅回升 不少自产客刚性需求的民众开始进场 买气也有所提升 尤其在万物起涨的时代 各项成本基本薪资都涨 土地价格又不降 民众期待房价会跌的几率实在不高 前几集不是有说 我有那个南台湾的朋友 就是在做代销的 他说很多件上都有想要推案 只是因为碍于这个选拒的状况 所以代销端这边也不想要 现在那么快 这么急着就做推案的动作 然后我就有跟我那个朋友聊一下 问他现在高雄台南的方式怎么样 不知道他没有骗我 因为我觉得他一直很想我投资 所以他讲的话 我是带了一个问号的 因为他跟我说 其实他们每个礼拜的这个来客数都还不错 40 50柱就是都还行 然后成交的户数也是稳定的 我就想说如果是现在这个房市情况下 因为我之前是有在看台南啦 因为高雄我觉得要等有点久啦 我就比较没有这么有兴趣 而且台南就是如果真的最后要抱比较长的话 去台南玩感觉也可以用啦 我就觉得好像比较好 但是他现在这个状况我就不知道该不该考虑这件事情 就是做一个长期的置产 你看你考虑的方向是什么 长期置产嘛 因为刚才专家最后讲的是说 有不少置产客或者是刚性需求民众开始进场 置产客我十分认同 但刚性需求的民众会在男子这边有刚性需求 因为你台积电还没来啊 我觉得这边应该还是以置产客居多 那他愿意放的时间可能是想说放长一点点 但是我们上次有提到说 这个在高雄台积电可能面临到的一些问题嘛 如果不清楚我们再回去看一下 那这边就不多谈 我觉得这边你说未来会不会有 会 多远的未来 要等 等多久 不确定 对 但是有没有未来 如果是很确定的话 有所以说你的资金比较雄厚一点点的 或是你有办法等的 有可能会进场 因为再怎么讲 你现在看到很多区域 因为台积电涨起来的这个范例已经在那边 考古题已经有了 所以你很容易的会觉得说会有一个市场信心 这样子的话 其实大家都对那个区域有信心的话 当然没有错 实际上他也的确会带来一些工作的需求 但是现在还没有产生 那你说你去看了比如台南的一些状况 我觉得台南状况现在也是大家比例来看 其实还是资产客 或者是说长期的投资客 会稍微多一点点 那你真正的刚需的资助客 因为我们常常之前有时候没事讲 就会被人家念说还在叫人家买房 对啦 是可以不要买啦 没有一定要买啦 但是有这样的消息出来 通常你的情势判断 常常有时候资产客 可能他就先出来了 他就我觉得这是一个时间点 或者是说他们判断说 这一次的房市的盘整 甚至说下修回档回跌的这个程度 不会像2016年那样子的惨烈 这一次甚至有人判断说 可能即将软着陆 那接下来未来有可能又要呈现持平 然后慢慢走向还涨的一个状况 但是这是有人的看法 但我们之前有讲过 很多新手在买房子都会想说 我想要买在房价的绝对低点 其实真的是很难啦 你看跟股市一样嘛 但是我觉得多数的资产客 可能的想法 应该讲说我跟很多多数的资产客 应该想法是雷同的 就是我们可能找的是一个相对的低点 那不管是说我现在进去 我买了房 他未来一段时间再稍微往下跌一点 但我会预期他跌不多了 那之后会反弹 那或者是说我现在买进去 没有多久他就直接反弹了 这个都是可能资产客 他会去进场去看的一个诱因 也就是说市场看起来 就是房价下跌的力道 应该是不太够了 那既然不太够的状况下 除非后面又有什么黑天鹅出来 那不太够的状况下 也许这个是一个相对可以进场的时间点 那当然没有错 我们知道现在房价真的是很高 但如果说这些资产客 他看准了某些区域 相信各位知道 某些区域他的确 还是有后市看涨的一个实力 他也许他在针对的不是我们一般人 他可能是针对就像刚刚里面讲的 我是针对一些未来的工程师 或是工程师的学弟们 那他未来是有可能有增值的空间 或是获利的空间 那这样子的话 自产客就有可能在选前 这段比较好谈的时间点会进场 那当然没有错 我们也可以说 那没关系你就不要买 对 那但是如果说你是要去园区上班 你未来收入又挺高的 那你到底未来需不需要 在园区附近找房子住呢 因为你看随时要oncall 尤其你菜鸟刚进去的时候 你会不会需要呢 我猜应该是需要 所以很多的自产客也是看准这一点 那在这个时间点 如果说他好谈 他应该会考虑进场 甚至他去看一看 但是需要等待多久时间 那我想至少对于多数的自产客来看 在交屋前的这两三年 应该他们会等得到 所以他们的判断是这样 我现在下定 你现在开始施工 等到你交屋的时候 也是三年过后了 或是两年过后了 但是以整体的循环看起来 感觉在一年后 或是两年后 应该这个方式就会回复到正常的一个状况下 也就是说你交屋 可能房价就开始有一点点涨幅了 多数的自产客 目前是这样在看待这个市场的 那实际上是不是呢 如果说以过往的经验来看的话 的确很有可能 但是这种东西没有人敢讲百分之百 所以我也不劝说大家 你要不要这个时间去买房了 免得又被人家讲说 我逼人家去买房 你自己看看别人是怎么做的 那他这样做 你也许可以不理他 但是我告诉你的是 是有些自产客 的确现在在做这样的事情的 但他们也有可能选择错 未来赔一屁股 也有可能 我们就等那个时候再来看看吧 好吧 那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边 好 谢谢大家收听这一集的 保航老吉 拜